園警從四樓悄悄潛入透天措 捏手捏腳準備攻堅 衝進門嚇得兩名嫌犯措手不齊 乖乖被壓制在地 這時還響起電話掛斷的聲音 罪證卻著 警方將這六名詐騙嫌犯 通通帶回偵辦 這群人在苗栗經營電話詐騙機房 用勞梗假冒公安 詐騙大陸民眾 不到兩年得手千萬元 我們在數個的話 4千萬到近1年 機房地點就設在苗栗竹南 一處新建案 周遭戒備森嚴出入低調 警方花了兩週觀察 才將他們一舉破獲 除了集團幹部以外 成員平常都是管制在辦公室內部的自己外輸 每天的三餐跟相關的毒品 都有專人送到這個經典 警方更進一步追查發現 陳姓無限兩名主嫌是高中同學 一人出錢一人管理 還自治叫戰守則 訓練組員 兩日昔日同窗一起走偏路 現在更得一同面對牢獄之災 記者 彭志明前廣 瑞章志凱 苗栗報導